口試部分與國家考試不得記名的原則有違 民國一百年即將實施新的三合一的考試 將口試這個部分列為司法官考試的第三次 且評分標準涵蓋包括譚圖、怡榮等 那麼與法律這個專業是無關的事項 容易有上下其手的空間違反公平正義的原則 且口試部分要如何防避人無具體有效的辦法 因此要求要在司法官考試的部分刪除口試的部分 以建立一個公平公正的考試 這是原則 好 好